下橡皮 它的下橡皮還在 好 這個狀況還很好耶 這個腸會壞 這個皮還可以 過一十萬塊就行 然後 好 這個肉油了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禮拜一上班一大早 就跟大家來開個直播來分享 因為我們小編竟然說 這一台很少很少在我們公司裡面做直播 因為這台車Focus基本上 都是給我們中區的行銷商 去follow去幫助我們來服務 剛好今天的車友 有另外要檢視一些狀況 所以這台車就在工廠裡面 所以這台車竟然我們好像沒有開過直播 但這台車 我們在中區飛魚底盤忌延那邊 有實裝車 也有氣壓的 有很多Focus的車友 都在那邊讓飛魚來做服務 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的話 跟我們小編聯絡也可以 或者是跟飛魚底盤忌延的小編 或者是飛魚聯絡都可以 今天這台車要介紹的是Focus的二代 這台很特別的是 當時這台在宣傳的時候 宣稱它一桶油可以把台灣繞一圈 因為是柴油加上是六速手排 現在手排非常非常少見 所以它的油耗的話是非常非常省 本來車主的話就已經有改裝了避震器 可是像後面兩支的話都已經漏油了 避震器也損壞了 所以剛好來做一個底盤的大檢修 但是這台車的KT的品牌雖然出很多 可是我們會針對柴油的引擎狀況 二代的 三代的話就不再實現 二代的話 柴油的引擎重量 會比一般汽油稍微重一點點 一般汽油我們配七公斤 如果是柴油的話就會配八公斤 那三代的話一律就都配八公斤 因為它的行程比較短 那裝上去的之後 跟原來的品牌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這個設計的話 它的調整機構是坐在下方 然後是坐鎖附的 有很多品牌是做這樣的形式 那配置的 再配置一個彈簧 這條彈簧是5公斤 185長5公斤 那KT的話是配前八後六的規格 這個機構的話也不太一樣 這個機構 KT的話 調整機構是坐在上方的 每一間的設計都有點不太一樣 但功能上大致上都相同 只是像這樣夾幣的方式 在做上市的話 比較不會有安裝上的失誤 因為它的夾幣並不是 這兩個車台跟下直幣的話 其實並不是瓶頸 要在車子放下來之後 它才會變成一個瓶頸 所以它本來的夾幣是 這樣子 那這樣子之後 它裝上去的話 有可能 如果沒有裝好 就比較有可能會有異應的狀況 那有裝好的話 其實就沒差 像這樣的方式 比較不會有異應的方式 如果線上有計時的話 經理的方式 跟大家來做分享一下 這個像這樣的形式 我們裝上車的時候 下面這個大華斯 先不要鎖附 把車子輪胎著地之後 它的支幣跟下方已經變平行了之後 再來鎖這顆螺絲 這樣的話 才比較不會有異應狀況 所以這個是 雖然設計不同 但是只要 安裝了技巧遵守的話 倒都沒有關係 那這一台 這個也是 這個品牌是經理也都熟識的好朋友 這個品牌的設計 它向後方的話 是做正X 然後導裝 調整的方式的話 就在下方 那KT的話是在上方 在上方 然後離載串 離載串的話 KT的設計是沿用原廠 那這個鎖點 這個離載串的鎖點 它比較靠近下方 所以當這個品牌改裝之後 它的離載串需要縮短 KT的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這個是設計上稍微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但大致上的功能都相同 因為它 一樣有敷前後上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 安裝上去的樣子 這台車要來介紹的 又是仰角調整器的對不對 那這台車啊 它的後方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如果 車高有要降很低的話 它後輪的CAMBO角度會變趴 那輪胎的內側 就容易 比較磨耗的比較快 造成輪胎的壽命會縮短 所以正常來說 如果 這台車 有要降車高的話 會建議改裝的順序 再來就是仰角調整器了 那 這台車本來的 竖角 投影的角度 在支壁 下支壁的內側 就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做竖角的調整 什麼是竖角 這個角度的調整 叫竖角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調整 叫CAMBO 原廠的話 它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做竖角的調整 這個角度的話 就沒辦法做調整 所以當降低之後 它輪胎的內側 就會磨耗的比較快 所以會建議的 就是要改仰角調整器 把這個角度做正一點點 就比較不會是輪胎的內側 這個是大概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但是它原廠有一顆偏心螺絲 是在調竖角 如果竖角的角度 不夠調整的話 那也要可以考慮的就是 改裝下方的竖角調整器 所以這個後方的改裝順序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那KT的避震器的部分的話 在上座的話在這裡 KT的話有附上座 這個防塵套也是做家常的 其實童心最需要保護的 就是這個銀色的活塞感 這個活塞感的話 它的比較容易在行駛間 有可能會有石頭的噴溅 會造成這個筒身上面的縮短 所以防塵套的保護呢 就顯得相當的重要 那KT的設計是做一個家常式的 所以它對筒心能夠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那調整機構在這裡 在彈簧上方 這裡會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是在調整車高用的 在最主要的還是在安裝的技巧上 就是它的彈簧長度 像這條彈簧KT設計的長度是180mm 所以這個彈簧在裝上去的時候 它壓縮大概3到5mm左右而已 所以現在如果我們去搖彈簧 它不會晃動 可是如果把這個筒身縮得太短的話 它的彈簧就預載過多 那這台車在什麼調整 一定都會不安裝 所以這台車所有安裝的重點 大概就只有這一個 筒身不要把它縮得太短 縮得太短的話就會有 壽命會縮短 乘坐感覺的話就會變得很差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前方的話本來配置7公斤 但這台車的話才有 所以我們配置的是8公斤的規格 那離載串的話 本來是其他的規格 所以改成KT之後 這個離載串 就要換回成原廠的規格 原廠的離載串規格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取得容易 這個離載串的話 也許有可能 八萬十萬公里就損壞了 所以離載串日後要更換的話 在一般的保養廠 熟識的保養廠 或者是原廠也都可以做汰換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 它離載串長度是比較長 我們在轉方向盤 左10點到右10點 它離載串作動的角度 越短的話它角度就越大 越大 壽命就會越短 所以離載串比較長的話 它的壽命就會越長一點點 所以離載串的話 我們設計上就使用原廠的規格 但有一些車種 非不得已 因為離載串可能設計得很長 那我們要沿用原廠離載串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降不低的狀況 像是賓士的W212 或者是Mini Cooper之類的 那些的話 KT就會附離載串 讓計時來做改裝 好 那前方的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當然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完整度都很高 對了車友也有改裝了前面加大碟 好 那前方的車高調整 就靠這個銀色齒輪狀的托盤去做調整 如果往逆時針的方向 這個方向旋鬆之後 這個長度就可以調整了 調長車高就變高 所以調高調低的話 前面比較單純一點點 那阻尼調整的話 它是在 它原廠有一個試蓋 這個試蓋的話 二代的話稍微掀開之後 就能調整得到了 那一邊的話就會蓋住 駕駛座那邊就蓋住了 這裡有一個KT的旋鈕 往順時針 往順時針 這裡有H的Logo 往順時針H的話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好 這個是PCI 2.0的柴油引擎 以上是今天Focus二代 一個安裝KT道路版的直播影片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 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